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赫山武师的狮子是威武 雄壮的 赫山武师的发展虽然晚于佛山武师 但在本地行诗团体当中非常受欢迎 有趣的是赫山武师的动作 灵感 来自于猫手猎诗的灵巧步伐 武师的狮头是参考了传统上华人对于狮子的描述 所以和真正的狮子有所不同 男师的狮头有额外的装饰 让它看起来更有别于真正的狮子 例如 男师的前额有一面镜子 头上还有一个带着曲鞋作用的脚 男师的颜色组合色彩缤纷 这些组合传统上是用来代表中国古典民主三国演义中的不同人物 在故事中的三位主角 刘备 关羽和张飞的颜色组合分别是 黄色 红与黑 以及黑与白 你知不知道以前新加坡华人桑李时也会呈现武师表演吗 狮子的颜色是蓝白色的 代表了三国演义中的孝子 马超 我们的分享已来到了尾声 希望你们对新加坡武师表演的风格 以及服饰的特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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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